第六百八十六章 姜还是老的辣 听到王平安的建议 顾家家主是植物链 这么暴力的计划 咱能不能私底下说啊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就算我心里边一万个同意 也不敢当众答应啊 郁家也不是好惹的 在帝都的修炼世家当中 郁家的综合实力 一直和顾家处在伯仲之间 郁非白是郁家的长房嫡孙 金贵着呢 至少比顾东黎这个三房嫡孙强很多 但是王平安这么说出来了 顾家家主又不能不回应 那就太没礼貌了 对别人没礼貌 只会遭白眼 对王平安没礼貌 可能会没命 顾家家主是苦着脸 回答道 平安局势啊 现在是法治社会 咱们修炼者呢 也应当以核为贵 如果能在谈判桌上解决的问题呢 就不要打打杀杀的 太暴力 太血腥 太不文明 哦 那你说该怎么办 王平安谦虚的请教道 这个呢 咱们私底下聊 那谁 既然平安局势求情 那就先停止家法吧 你们把东黎带下去 好生照料 说完 他冲王平安做了一个邀请的手势 王平安是点点头 觉得有些事啊 确实不太适合公开 于是他对顾清成是交代了一声 便跟随着顾家家主 走向后院的居所 园林深处有一座凉亭 王平安和顾家家主啰嗦 有人奉上了茶水糕点 平安局势啊 刚才你提的建议 其实挺不错的 只是呢 当着众人的面 咱们不能这么说 东黎这孩子啊 太善良了 心眼不多 在外边呢 很容易被人吓套 既然御家人不仁 也别怪咱们不义 除了把御飞白抓住 打上一顿 还可以让他拍一些 同样的视频嘛 以奇人之道 还之奇人之身 姜还是老的辣呀 王平安冲着他是 举了举大拇指 觉得这老头看上去 慈眉善目的 没想到心眼这么坏啊 没想到心眼这么坏啊 比自己想的还周全 顾家主好主意 咱们就这么办 等一下 你让人把御飞白的 行动轨迹发给我 我会在最短的时间里 办妥此事 王平安是一口答应下来 因为解决掉顾家的事情 他还要回天南省参加行动处的培训 东迪的视频刚刚爆出来的时候啊 我已经派人去查了 很快就会有消息的 如此甚好 王平安又和顾家主持商量了一些细节 一些配合 以及如何把顾家人摘除在嫌疑之外 就算是全天下人都怀疑是顾家干的 但是表面上呢 也不要留下一丝痕迹 不留一丝的证据 这就是世家的行为准则 虚伪 这是王平安内心对世家的评价 不多时呢 王平安从后院离开 回去顾清城的住处 顾东里已经被人送回自己的房间了 身上呢抹了一层子上好的金疮药 正趴在床上哼哼的 顾清城是坐在客厅里 陪着一对中年夫妇说话 不用问 王平安早已经认出来 这两位就是顾清城的父母 毕竟在这个房间里啊 看到过他们的照片 在来之前 顾清城也是给出了很多相关的资料 伯父伯母 你们好 我是王平安 来这里住了几天才拜见你们 非常抱歉啊 王平安是很有礼貌 就像是初次上门的准女婿一样 客客气气地说道 这对夫妇呢 居然有些拘谨和紧张 慌乱地站了起来 回应道 快来坐 说起来呢 是我们势力在先 这两天呢 因为有事 一直没有能够在家招待你 还好 有清城陪你 王平安那么凶残 谁不害怕呀 当天晚上 王平安抱打 葛长青的时候 这对夫妇呢 就在宴会厅 只是因为身份的问题 一直没能上前 第二天 他们又看到 王平安把毛山大长老打残了 听说葛长老是坐着轮椅 被孙子推出顾家的 这么凶残的一个修炼天才 就算是他的准岳父岳母 也没想好如何面对他呀 如果不是听说儿子顾东黎 遭到家法处置 他们宁可在香山大酒店 住上十天半个月 也是不想回来的 不过啊 他们想多了 王平安在生活当中呢 是一个谦逊 而又有礼貌的年轻人 甚至有些木呢 话不多 除了一些必须的言语 几乎不说话 聊上几句 就会低头看一块手机 吃饭之前 王平安把拜见二老的礼物拿了出来 一堆丹药 一堆奢侈品 奢侈品不算啥 哪堆丹药可是价值不菲 顾青城的父母 也算是半个修炼圈里的人 只是苦于没有进入灵朝节点的机会 目前呢 仍旧是炼七七二层的弱姬 但是身为世家之人 消息来源那是非常广泛的 自然是听说过王平安的丹药 在修炼界是有多么的受欢迎 价格如何 那也是门清 这一下子 这两位老人总算是找到做长辈的快乐了 这种感觉才对吗 女婿到自己家里 自己身为岳父岳母 怕什么吗 说错了话 有女儿兜着呢 她再凶 也不可能打自己一顿嘛 大不了晚上回房的时候 多欺负一下女儿 所以啊 这顿饭是吃出了气氛 一家人乐乐呵呵的 说说笑笑 如果不是顾东黎时不时的惨好几声的话 那就更完美了 午饭之后 王平安为了讨准岳父岳母的欢心 特意陪着他们打麻将 麻将这种游戏呢 王平安以前就会一点 来帝都之前呢 被顾清成许晴水集中培训了几天 现在技术渐涨就算不作弊 也打得像目像样的 一个下午成果斐然 他输了十几万 这点钱呢 以双方的身家谁都没有当回事 不过却把二老给逗开心了 戒备和紧张之心也是消除了大半 在洗牌的间隙呢 终于想起来打听一下王平安家里的情况 王平安没有隐瞒 一一回答 农村人父亲务农偶尔打个零工 在建筑工地上干活 母亲呢是个乡村教师 很光荣 就是工资有点低 他王平安呢是个农二代 耕正苗红 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 当然啊 他有一张小学毕业证 从法律上来说呢 算是小学毕业了 学弟的事情不提 他现在呢是一个真正的农民 在村子里边承包了一片土地 建了一个果园收入呢还算不错 按照顾家的惯例 以王平安这样的身家背景 别说和顾家结亲了 就连顾家仆人结亲的资格都没有 但是现在呢 似乎没有人提及顾家的惯例了 凭着王平安的修为境界 凭着他的战斗实力 顾家是从上到下 已经认可他的存在了 哪怕王平安现在是个大麻烦 目前呢 已经招惹到了武当毛山 中南山修士联盟等等大宗派 但是顾家却是不敢得罪 更不敢反对他和顾清成交往 不管是什么社会 实力决定一切啊 滴滴滴 王平安的手机来了一条消息 他打开一看 正是玉飞白最近的活动轨迹 有了这些消息 他今天晚上就能把玉飞白给抓住 如果抓不住就砸了御家 然后再向御家家主质问 问他是怎么教育晚辈的 第687章 正归场所 晚饭之后 王平安是悄无声息地溜出顾家 没人察觉 当修炼者的神识强度 超过周围人太多的时候 理论上 他就开启了上帝视角 可以避开一切窥探的目光 只要是错开时间差 他就可以大摇大摆地走出顾家 而不被人发现 这种手段呢 对溜出家宅 没有多大的爽感 对监视目标却是有一种恐怖的能力 玉飞白公开顾东黎的视频之后 并没有觉得有啥需要提防的 既然从顾东黎那里得不到自己想要的 要不能换钱 这些视频 这些视频迟早是要公开的 他选择这个时间段 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顾家得罪了毛山派 联姻之事告吹 此时公开视频呢 不但收拾了顾东黎 恶心了顾家 还向毛山派 抛出了一根橄榄枝 简直就是一石三鸟的好计算 玉飞白是默默地给自己点了几个赞 开着跑车去参加朋友聚会了 好久没在帝都里边浪了 特别想念那些节目 损友们的想象力 一直是他羡慕的所在 只是迫于家规 他不敢玩得太野 不然他能浪得飞起来 这是一家外表普通的音乐会所 叫他高级KTV也行 里边经营的项目 也都是中规中矩 经得起明察暗访 不过后院里边的项目 那才是玉飞白这种 顽固子弟的真正游乐场 进入会所 玉飞白是熟练地拐了一个暗梯 通过赴二楼的保安检测入口 沿着一条灯光昏暗的走廊 连续过了两道安检大门 这才进入了此行的目的地 那里是一片欢乐的海洋 活动厅更是热闹 男的不多 美女却是极多 三三两两聚在一块 有干正经事的 有干不正经的事的 总之呢 都在干事 玉少 好久没有光临暖光阁了 是不是把人家忘了呀 一位风华正茂的年轻妇人走来 身姿妖娆是这里的经历 忘了谁 也不能忘了你这个小妖精啊 玉飞白早就忘了她的性命 不过却是熟练地搂了上去 不过却是熟练地搂了上去顺口问道 宿舍音乐会所的大门前 看到人来人往的热闹光景 有些茫然 有些茫然 这找人揍人 答案一 第一次去音乐会所想要装的底气十足 一进大门就必须大声喊上一声 服务员 给我烤十串腰子 十串鸡翅 二十串羊肉 外加一箱雪花啤酒 要冰的 答案二 要装熟练 那必须跟老板熟啊 所以进门第一句 必须喊 老板 给我一个歪皮包箱 我要通宵吃鸡 答案三 楼上一群坏人 进屋到小白楼处 其实音乐会所嘛 就是娱乐放松的地方 男人都懂那种地方 所以呢 一进门 必须这么喊 妈妈嫂 给我准备十个洋妞 我要学习外语 这些答案 说的是一般正经 但是王平安直觉上 觉得不对啊 绝对不能用 不然会被人笑话的 就像是第一次 坐飞机来帝都 顾东狄居然骗自己 说飞机上用餐 要喊空姐结账 幸好被顾清成拦住 说飞机上用餐 是免费的 这就是上午 顾东狄挨打 王平安不急着 救他的原因之一 在这些不靠谱的答案当中 总算是找到了几个老师的答案 说音乐会所呢 就是唱歌的地方 也有酒水饮料小吃 可以一个人来玩 也可以一群人来玩 如果说 觉得一个人唱歌无聊 还可以要求店里的服务员 帮你找一个 同样孤独寂寞冷的小姐姐一起唱歌 看了一会儿答案 王平安是微微点头 觉得总算是明白音乐会所是怎么一回事了 王平安长期在山村里边生活 又没有上过中学 只能是通过网络来了解外边世界的消息 但是现在网络上的消息呢 假的太多 在搜索的过程当中呢 还要学习如何分辨消息的真假 王平安觉得自己太难了 不过这个问题总算解决了 王平安是信心满满 神色悠闲自然地走进了会所的大门 里边站着两排服务员 一排男的 一排女的 依附款式那是高度的统一 先生您好 欢迎光临 您几位 可要预约吗 一位靠前的女子 衣着清凉 姿色上等 接待了王平安 我一个人 我 刚说到这儿 王平安才反应过来 自己来这里找人的 不用进来也可以用神识搜索呀 进来干啥 长知识 深入了解一下帝都人民群众的夜生活 这也太无聊了 有这时间还不如多看几张网络小说呢 但是 这进都进来了 人家小姐姐还眼巴巴的 等着自己回答呢 不能转头就离开呀 而且 人家羞大大的 目光如水 一脸期盼的模样 实在是 不忍拒绝 先生 您一个人的话 可以开一个小包 现在有充值优惠活动 需要了解一下吗 请您跟我来 到柜台办一下手续 说白了 就是先交钱 防止顾客偷偷溜走 不接账 王平安根据刚才了解到的信息 还有那些老师的真正回答 推测出这家音乐会所 是正规的 像郁飞白这种人 肯定不会来这种正规的地方 要么是情报 有物 要么就是这里边 定有乾坤 需要用神识 好好地搜一搜 才能够确定 于是呢 王平安是交了一千多块钱 要了一个小包 外加一箱啤酒 还有一些果盘小吃 在服务员的带领下 老老实实地进了小包 那个服务员呢 可能觉得王平安的模样 比较养眼 符合他的子偶标准 所以呢 就主动留下来 帮他介绍 点歌系统怎么用啊 呼叫服务员是按什么键呢 唱歌需要哪些技巧啊 在演示的过程当中 他顺势坐到了王平安的身旁 跟他深情对唱起来 王平安身为钢铁直男 在自己的直播间呢 好称打赏百万的不卖唱的人 唱歌天赋却是极好的 一张嘴 坐在旁边的女服务员 差点缠在他身上了 长得这么帅 唱歌又这么好听 还是单身 主动一点没毛病 在他看来 连唱歌都找不到女人的男人 肯定是单身啊 王平安唱歌的时候 神念却是在搜索着 玉飞白的行踪 等他在音乐会所后院的地下室 搜索到玉飞白的身影的时候 却发现怀里多了一个女人 正和自己深情对唱呢 他当时就懵了 我是谁 我在哪 我在干什么 说好的正规场所呢 第六百八十八章 敬业精神 小姐姐 请自重 我不是随便的人 王平安是推开身上的女人 态度明确地拒绝对方 我也不是随便的人 只是 有时候会情不自禁 被拒绝的小姐姐 有些沮丧 不过呢 她也是高情商的人 知道这时候死缠是没有用的 还不如大大方方地离开呢 在空间封闭的婚案包厢里 她头怀送抱都没有能够拿下的男人 肯定不简单呢 等过一会儿 让她喝点酒之后 再试试 王平安是不知道服务员小姐姐的打算 等空间里只剩下她自己的时候 这才松了一口气 现在的男人 真是太危险了 稍不留神 就会被人骚扰 真是世风日下 人心不古啊 刚才已经用神识 找到了玉飞白 但是那个区域太封闭了 进出各有一个通道 但是 每个通道呢 都有三处关卡 想要无声无息地通过 太难了 就算把那些关卡的保安 全部打倒 也会留下痕迹的 综合考虑一下 王平安觉得只能等玉飞白自己出来 如果他今天一夜不出来 就到天快亮的时候 再打进去也不迟 按得抓不住 就来明的 反正结果都一样 不过 此刻玉飞白还有一群狐朋狗友 玩得这么嗨 不录下来 可真是太可惜了呀 这种视频 不用逼他拍 就有现成的 唉 真可惜啊 我竟然无法录制 王平安是摇头叹息 暗暗的惋惜 不过 神念一扫 他发现某个角落里 有一个暗室 那里摆了一排监控屏幕 每个屏幕里 都有火爆的视频画面 其中一个屏幕当中 就是玉飞白 正在进行的画面 诶 这家会所的老板 跟玉飞白是同行啊 怪不得可以成为朋友啊 王平安决定了 如果有机会进去 一定把玉飞白的视频资料 全部拷走 唱了几首歌 王平安自己都觉得无聊 正考虑着 是不是打开直播室 赚点打赏 弥补一下今天晚上的消费呢 却见玉飞白那边 接了一个电话 面色凝重 穿上衣服就要离开 王平安看到这种情况 顿时激动起来 第一次干这活 运气还不错 目标总算是没有让自己失望 居然自己走出来了 于是他离开了包厢 提前来到了停车场 等候玉飞白 三分钟之后 玉飞白是神色匆匆的 出现在了停车场 正要上车 突然身后是一阵恶风袭来 眼前一黑 瞬间失去了意识 等到玉飞白再次醒过来的时候 他发现自己被人倒吊在一个废弃的工厂里 全身只剩下一个裤衩 双手和双脚都被绳子绑着 刚想用功把绳子正断 却是惊恐地发现自己全身酸软 一点灵力也提不起来 谁 谁干的 他紧张地大喊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郁家的人 赶紧把我放了 不然你死定了 刚才打清了 早知道你这么嚣张 我应该把你的四肢先打断 然后再跟你聊天 王平安是蒙头蒙脸 打扮极为专业 第一次做绑匪 王平安的职业道德不允许有瑕疵 满满的仪式感 是你绑的我 你想干什么 大家都是修炼者 有时可以好好谈 没必要动手动脚的 宇飞白听出王平安的口气不善 不像是开玩笑 而且啊 听到郁家的名号之后 没有任何敬畏之意 动手动脚 嗯 打断双手和双脚的话 也可以这么说 这词用的没毛病 王平安是点点头表示赞同 玉飞白的内心是更慌了 但是表面上却不怂 开个玩笑 这位兄台 我听你声音啊 似乎有些耳熟 咱们以前应该见过 如果要得罪的地方 我先向您道歉 有啥要求呢 你尽管提 只要能够办到 咱绝不含糊 你确定我们见过 这样的话 那我可要撕票了 玉飞白是傻眼了 这货怎么不按套路来呢 想拉点关系 拍点交情都不行 王平安的声音早就变过了 但是声调肯定不好变 但是他不慌 继续说道 时间也不早了 咱们长话短说吧 把郭东迪的相关视频删除 原始视频也要清理干净 再给个几百万的补偿 这事就算过去了 我知道了 你是顾家的人 为了那点视频 你至于这样吗 那是我和顾东迪之间的私人恩怨 他既插一筹 算是活该 其他人插手 那就破坏了世家之间的规矩 你们的规矩我不懂 也不想懂 但是我的规矩 我希望你懂 我说 你做 别东扯西扯的 不然你要遭罪了 王平安说着 拎着一根不知道从哪捡来的棍子 走到了玉飞白的面前 行行行 别动手 你说我做 我全做 原始视频就保存在我的手机上 我现在就删了 但是传到网络上的视频 我就没办法了 鬼知道有多少人都已经下载了呀 看来你很没有用啊 当初在保护区烧烤的视频 你就能够一个电话全部删除 现在却删不了了 看来 不关乎自身的利益 你是不会用心的 王平安说完 扬起棍子 对着玉飞白事打了下去 劈啪劈啪 一棍接着一棍 根本就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木棍对于修炼者的伤害有限 但是用上灵力 那效果就不一样了 想要把玉飞白打死 也是挤棍子的事情 别打了 这事能商量啊 我这就给人打电话 让人尽量把全网相关视频 都删了 玉飞白呢 也是一个狠人 虽然很疼 但是依然咬着牙 坚持不叫出来 除非忍不住 但是啊 他毕竟是一个公子哥 从小是没吃过苦 挤棍子下去 就没啥坚持的了 决定暂时妥协了 反正知道这人和顾家有关 等回家之后 再向顾家报复 留着青山在 不怕没柴授 王平安呢 是满意的点了点头 觉得今天没有白来 事情呢 总算要解决了 于是 用戴着手套的手 捡起地上的手机 再把玉飞白的双手解开 依然让他倒掉着 玉飞白没敢耍花招 老老实实的 向那位负责宣传的叔叔 打了一个电话 虽然天还没有亮 那边接了电话之后 依然是心平气和地 回了一句 知道了 算是答应了这事 也就没有问他原因 这位道友 事情我办妥了 是不是可以放我离开了 玉飞白是装作一脸的可怜像 跟平时的嚣张跋扈风格 完全不同 原则上可以了 不过 我还要等网络上的结果 现在 还要委屈你再昏睡片刻 说着 王平安是抡起棍子 准备再把他打昏 真是日了够了 你能文明一点 玉飞白还想骂人 自己都这么配合了 为什么还会受到伤害呢 不过 话说了一半 他就被王平安给打昏了 王平安听了他昏迷前的半句话 眼睛一亮 想起破旧厂房大门口 刚好拴着一条狗 觉得可以吻一手 让玉飞白和那条狗 拍上几张照片 这样 就算拿不到会所地下室的监控视频 也能帮顾东黎报仇 玉飞白和狗的照片 如果发布在灵气复苏APP论坛上 一定会引起轰动的 甚至比顾东黎在会所的视频还要火爆 这照片也公开 以后玉飞白就别想和世家女联姻了 名声会彻底的臭掉 第六百八十九章 玉飞白的憋屈 天亮了 玉飞白醒了 他发现自己睡在跑车上 而跑车仍旧在会所的停车场 昨夜似乎是做了一个个梦 梦醒了 一切如常 那个个梦太他妈真实了 被人吊在废弃的工厂里 打得全身都 好像不是做梦啊 因为他感觉到自己全身都在疼 他摸遍口袋 也找不到手机 只在身上找到了几根狗毛 哪来的狗毛啊 他已经顾不得多想 他只想确定现在的位置是不是安全的 他跳下车惊恐四顾 没有发现那个可怕的蒙面男子 周围也没有禁锢的意思 一些车辆可以自由地出入 那人没杀自己啊 说好的赔偿 也没要 只是让自己打电话 删除顾东黎的不可描述的视频 拿走自己的手机 应该是因为上边有顾东黎视频的元件吧 可是那个手机上 也有自己不可描述的视频啊 毕竟自己出来浪的时候 特别喜欢自拍 熟能生巧 那自拍水准越来越高 圈内人都说比陈老师的技术还好 可恶 该死的顾家人 我会让你们付出代价的 我预加今日的实力 也是你们能够招惹的 玉飞白是恨恨地踹了跑车一脚 速度上车走人 回家向长辈告状 只是刚进家门 就被正在院中练功的三叔是一巴掌抽蒙了 你这个恶心的魂球 女人玩够了 开始玩狗了 你把玉佳人的脸都丢光了 说着呢 还不解气 上去又踹了他几脚 三叔 等等 先别打 咱把话说清楚啊 谁玩狗了 我疯了还是傻了啊 你当我是瞎子不成 我亲眼在灵起复苏论坛里看到的照片 还能有假 哼 我打你都是轻的 等一会儿你爷爷会让你重温一下家法的美妙记忆 冤枉啊 我昨天晚上被人绑架了 是顾家人把我绑架的 肯定是他们干的 我这么急着回来 就是向家族求救的呀 嗯 昨夜顾家人把你绑架了 是啊 就是顾家人把我绑架了 本来我有一个情人 正在偷汉子 我接到消息 正准备去捉奸 结果被人打晕了 绑在一个废弃的厂房里 在昏迷期间发生了什么事 我完全不知情啊 御家三叔发现他不像在说谎 这才皱眉说道 这事儿 你向你爷爷解释去吧 我要修炼了 御飞白是面色焦急 头也不回地往后院跑 一是向爷爷解释事情的经过 二是要向顾家报仇 最后才会重新搞个手机 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十几分钟之后 啪啪一声 御家家主的房间里传来茶盏碎裂的声音 有人气得摔了杯子 欺人太甚啊 简直就是欺人太甚 和御家狄孙岂能如此侮辱 这口恶气必须出 小白 你去外面把你爸 还有几个叔叔叫进来 我有事和他们说 谢谢爷爷 御飞白是夺意洋洋 走出家主的房间 然后开始各个小院吆喝人 他在家中一向受宠 大呼小叫习惯了 只是今天 有人听到他的声音 就会忍不住投来异样的目光 像是躲瘟疫一样 到底怎么了 网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叔叔说玩狗 这些人用异样的眼光看我 难不成 我真的被那个蒙面人给摆拍了 怀着这种心思 御飞白是喊瞒人 火速返回房间 找到备用机 登陆上了灵气复苏APP 在那个论坛里 他看到了今天最火的一个帖子 一个匿名者发布的 震惊 郁家嫡孙连狗都不放过 多图高清连排无马 御飞白水点开之后 顿时气得手脚冰冷 头冒冷汗 身体忍不住颤抖起来 这是人干的事情吗 为什么这么恶毒 把自己拍出这么恶心的模样 对那只脏兮兮的狗 做出那般不可描述的事情呢 这是自己做的 昏迷当中的自己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批的 一定是批的图 还有啊 这个灵气复苏APP论坛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么不可描述的图片 怎么允许发布出来的 还用匿名帖的形式啊 不用问 这个匿名者 肯定就是昨天晚上绑架自己的凶手 假的 这都是假的 全是假的 爱头管理员 必须严肃处理这个造谣者 封他的号 封他的IP 再把他的真实身份公开出来 郁飞白是用颤抖的双手 打出这些话 按了三次 才发不出来 只是一瞬间 就被一些看热闹的人给淹没了 根本没有一个人搭理他 只不过几分钟之后 终于有人发现了这个帖子 看到了回帖人的真实身份 郁飞白 顿时让他火了 速来第13624楼 本帖日狗门的男主角出现了 哪个男主角啊 你说的是那只半公狗的 开什么玩笑啊 郁飞白 现在肯定正抱着那条公狗睡觉呢 怎么可能有空上网呢 嘴上说着不信 但是还是有很多无聊的人 迅速围观郁飞白的回复 在他的回帖里边 进行各类围观活动 看热闹的从来是不闲事的 郁飞白的出现 让围观者的性质凭空提高了八成 于是这个帖子就更火了 是谁 到底是谁干的 我要杀了你 该死的灵气复苏论坛 我要杀了你 郁飞白是怒吼着 把自己的备用设备也摔了 我砸不了灵气复苏论坛 我还砸不了自己的手机满 王平安作为始作俑者 此时正在家里补教呢 昨夜那么辛苦 又是唱歌又是抓人 又是审讯 太累了 如果不是顾清诚催促 王平安觉得自己可以睡到下午两点半 二宝 别睡了 我大爷爷请你过去呢 你绑了郁飞白 又拍了那些照片 郁佳人极为恼怒 正准备大动作呢 大爷爷请你过去 商讨一下对策 吴叔 那照片可不是我拍的 我这么纯洁的人 怎么会拍那种照片呢 王平安是一口否认 转了个身继续大睡 好好好 不是你拍的 不过郁佳人打来了 我们不出手解决问题 就算离开帝都 也不安心呢 这里不管怎么说 也是我的家 王平安是觉得掉到坑里了 这顾家果然是个事经啊 整个麻烦事不断啊 不过 既然决定要帮顾清诚 解决顾家的麻烦 就彻底解决 王平安起床了 决定在离开帝都之前 帮顾家把潜在的危险 都给解决掉 就算遇到什么危险 不是还有功德抵扣的吗 平时只要多赚一点功德 什么敌人都不是问题 开挂的人生 就是这么牛掰啊 第690章 登门寻仇 王平安是懒洋洋的 参加了顾家的内部会议 作为一个特殊的存在 没少被别人 以异样的目光打量 但他习惯了 从小就经常被人围观 不管是因为傻 还是因为帅 但是结果都是一样的 所以 他对于这种级别的 异样打量 早就免疫了 大家收到消息 知道玉家人 要对顾家进行报复 报复的原因呢 整个江湖都已经知晓 毕竟在灵气复苏论坛上 已经传遍了 别人的日落狗 只是一个口头语 而玉飞白的日落狗 似乎 好像 也许 可能是真的 日落 总之 这件事很严重 以后不管玉飞白怎么解释 他的这个名声算是毁了 世家联姻之类的 估计很困难了 正因如此 顾家才如临大敌 知道玉家是真的会报复 这事是谁干的 顾家人猜不到 不过 从家主笃定的表情来看 似乎他是知道的 请王平安参加家族的内部会议 显然是认同了他的身份 愿意接纳他 让他成为顾家的女婿 这样一个高端战力 谁敢得罪啊 再说 他和顾情成又是情投意合 为了在一起 连毛山长老都敢往死里打 还有什么事情都干不出来啊 所以 他们这些弱弱的普通族人 同样是不敢招惹王平安 平安 你对玉家有什么看法 他们正在召集高手 要登门拜访我们顾家 这些消息呢 他们并没有刻意隐瞒 所以现在整个帝都的江湖圈 都知道了这个事情 啊 王平安又打了一个瞌睡 含糊不清地问了一句 他们着急要多少人啊 具体几点过来 到时候一起解决了 以后更省心 这个 玉家高手 据说有八九个呢 如果老一辈的前修高手出关 可能会更多呀 顾家家主解释道 玉家高手 具体是什么境界算是高手啊 王平安问道 以前在世家当中啊 炼气器六层以上 就可以称为高手 现在灵气复苏家具 炼气器八层或者九层以上 才可以称为高手 这就算高手啊 那我一个人可以打十个 顾家人是集体呆滞啊 怪不得大家都惧怕王平安 不是没理由的 哎呦是吗 没有的话 事情就这么定了吧 王平安说完 站了起来 准备回去睡个回笼觉 毕竟昨天晚上折腾了一宿 挺累的 顾家人 仍在集体呆滞中 大家愁秃头的事情 王平安三言两语就解决了 难道 这就是传说当中的大佬 强者的世界 果然恐怖如斯啊 可怕 可怕呀 众人集体是目送王平安的背影离开 久久没人言语 哎 长江后浪推前浪 一代更比一代强啊 这个年轻人 太可怕了 我看不透啊 等王平安走远之后 顾家家主 这才小声地对家族核心成员说道 说起来 他是药王谷的传人 和我们顾家是顾交 现在是亲上家亲 关系啊 更加老口 从今以后 别再和毛山扯上关系了 大腿抱紧一个就行了 顾家二爷是极没原则的说道 呵呵 顾家三爷笑而不语 似乎已经看穿了这些族人的本质 夜 来得极快 特别是今天的夜 让顾家人觉得还没有准备充足 他就降临了 砰砰砰 砰砰砰 有人富有节奏地拍门 谁啊 早就守候在大门口的两位老管家 懒洋洋地问道 郁家人登门拜访 速速开门 有一道不怒而微的声音 如同惊雷一般 传遍了整个宅院 灯火通明的顾家后院 早就聚集在一起的顾家核心成员 顿时一惊 特别是顾家家主 左看右看了一圈 没有看到王平安 有些慌了 问道 平安局势呢 他怎么还没来啊 家主 您别着急 我刚才去喊他的时候 他正在吃宵夜呢 说是吃饱了才有力气打 我觉得挺有道理的 我就让他继续吃了 哎呀 都啥时候了 他怎么还要胃口吃呢 哎呀 快点 再去请啊 是是是 那我再跑一趟 哎呀 其他人 别愣着了 跟我们一起 去迎接郁家人 这就是世家风范 就算是两家 马上是打生打死 该有的礼仪面子 还是要有的 于是顾家一群人 浩浩荡荡 走向正门 迎接郁家人 而此时的王平安呢 刚刚吃饱 和精神刚刚恢复一些的 玉东礼仪 有一句没一句的聊天 你别感动啊 我说是玉飞白呢 并不是帮你报仇 纯粹看不惯他那么嚣张 以前在药王谷附近的山野当中 他对我很不友好嘛 王平安是抿了一口餐后茶 舒服地靠在沙发上 闭目养神 而顾东迪趴在病床上 一边陪着王平安聊天 一边观看 灵气复苏论坛上的帖子 笑容不断 时不时还笑出了猪叫声 这几张图太妙了 如果不是知道真相 我都以为是真的 妹夫你真牛 顾东黎是极为佩服地赞叹的 小手段不值一提 王平安是谦虚地回答道 就在这时候 求王平安帮忙的人又过来了 平安局势 我们家主请您去前院 玉家人已经登门了 你不在 我们心慌啊 哦 那这就过去吧 刚才吃撑了 就当是餐后运动吧 王平安这回没有拒绝 跟着那人走出了房间 哎 妹夫啊 你等等我 我也想去看看热闹 哎呀 疼死老子了 顾东黎想下床 跟着去看热闹 结果啊 扯到了伤口 腾出了驴脚声 王平安跟那人赶到前院的时候 那边已经是迫不及待地打了起来 第一个下场的竟然是双方的家主 王平安是目瞪口袋 这种打法可真少见 一般第一个回合呢 不都是先派个弱姬试探一下对手吗 这里什么情况啊 玉家家主和顾家家主 两个小老头这刚见面就怼起来了 啵 顾家家主一时不慎 不敌 被玉家家主是一掌打在胸口 扑通一声 顾家家主摔出了十几米 被顾家人接住 当场是吐了一口鲜血 咳声不断 玉家家主赢了这场战斗 气势更甚 趾高气扬的笑道 顾家主这些年的修为停滞了呀 既然如此 谁给你的胆子 敢对我玉家人出手的 你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吗 你 你 顾家家主差点被他气哭了 挨打就算了 挨过打之后 居然还被人奚落嘲笑 可自己就是顾家目前的最高战斗力了 要想搬回这去 除非请了几位闭关的长辈出来 就在这时候 他看到王平安突然出现 静止冲向正在嚣张的玉家家主 我 我 我 谢谢大家